英國一間生產阿斯利康疫苗的廠房 接獲可疑包裹,一度疏散員工 警方派出炸彈處理小隊到場 葛爾士東北部城市 一間生產阿斯利康疫苗的廠房 星期三早上收到可疑包裹後報警 生產線暫停運作,部份員工疏散 警方證實包裹安全後重新開放廠房 帶走包裹化驗調查 強調目前並沒有公眾安全威脅 攝氏廠房負責生產疫苗的最後工序 將疫苗溶液注入針桶裏,再包裝好 公司強調事件不影響生產進度